三十歲的創作歌手陳琳九確診新冠肺炎 他所屬的滾石唱片證實 陳琳九是新冠肺炎確診者 已經由救護車送往了防疫旅館隔離 而陳琳九被爆料 曾經違規跟五間情的團員群聚戀舞 他昨天晚上深宴是在那臉書 發文道歉 表示我做錯了 就是以為自己是安全的 沒有百分之百確認 就把危險帶給大家 身為公眾人物的 我做了不良示範 再次跟社會大眾道歉 我現在人在這個防疫旅館 那就是沒錯 就是我新冠肺炎是確診了 那我在四天前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呼吸有點困難 夜晚的時候都會有點喘不過氣這樣子 對 然後去看了幾次門診之後 在三十一號就是去做這個快篩 還有這個核酸檢測 我現在本人的狀況 就是有點像感冒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會暈下 然後心跳會有時候會加快 對 然後晚上的時候會比較 會有呼吸困難 但我現在的狀況好轉蠻多的 他和五間型團員在前天有練舞 他發文道歉文表示呢 坦承六月一號到醫院看診之後 隔天確實前往了舞蹈教室練舞 他考慮的不夠周全 讓五間型的團員跟舞蹈教室呢 陷入了疫情風波 但是他強調整個過程 我們跟舞蹈老師都是佩戴口罩的 目前參與練舞的三位團員都在家自主隔離 衝出我的眼 像 忍 一 你 失 我